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你中午用餐愉快 現在大家是要吃好餓 但是三千歲 好像苦越來越壓不下去 還是怎麼樣 就是想要減肥 讓自己身形保持好一點 漂亮的衣服都可以穿 但是為了要減肥要怎樣 就聽人家講 吃這種減肥的油 或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然後但是有的時候 會有一些副作用 又令人擔心 身體如果痛快要怎麼樣呢 所以不但花了錢 然後身體又沒有得到改善 這是很傷腦筋的 今天我們請到的營養師 還有我們特別來賓 來跟我們分享 他有什麼方法 可以減得很健康 然後又可以吃得很健康 好的,歡迎我們的 所有美的東西 好的東西 他都非常的了解 就是我們Sam老師 還有營養師 于朱青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房子專家 Sam老師 哈囉,我是營養達人 于朱青 今天要與美鳳約什麼呢 是的 歡迎第二位 美鳳姐好 美鳳姐好 真的 有些東西是要拒絕的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都不知道怎麼拒絕 就覺得這是不錯 然後嘗試 嘗試就變成身體有些狀況 對,尤其是我覺得減肥 好像是每個人 每天都在做的課題 然後其實像我小時候 我有一個同班同學 然後他就是每天下課 都要趕著回去照顧他媽媽 我想說你幹嘛... 好孝順哦 後來我才得知原來他媽媽 以前的時候長期吃減肥藥 吃到後面他媽媽去 所以他就要... 而且加上身體又有可能 器官衰竭什麼時候 就要回去照顧他媽媽 我就想說好孝... 因為那時候小時候不知道 想說減肥藥有這麼恐怖哦 後來長大之後呢 我的同事 以前的同事也是 就是可能 為了要讓身材比較美妙一點 就吃減肥藥 然後他也不知道那些營養的 減肥藥的那些藥的來源是什麼 可能對他的身體會有一些 可能排斥等等 雖然說有瘦 然後當他沒有吃的時候 突然發現他整個又胖回來 然後身體機能也弄得不好 導致於他後面也離開了 我們的這家公司 就沒有在一起工作了 對 我們都講減肥 一定是要用健康的方法 是 如果不要吃 要真的不要吃比較好 是 對,要找對方吧 沒錯 有其他不同的方法 大家都可以作參考 是 今天要作什麼料理 好吃還不胖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 做一道日式雞肉的野菇炊飯 可以吃飯耶 可以吃飯哦 一般肚子可能不敢吃飯 對啊 其實這個觀念也要導正一下 如果你要減肥 做體重控制 其實飯也要吃 對 因為這樣才有能量 去燃燒脂肪 是的 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作料理 好 其實適當的 因為像剛剛蓬姐講到 有些人可能為了要減肥 他說我澱粉類我都不碰 對啊 甚至於可能只吃菜 然後可能連肉類都不吃 有些可能... 有些可能膽固醇就變很低 其實如果說以皮膚來講 其實我們皮膚裡面 很需要的脂質 脂質 脂肪的脂質 就是皮膚外在的貧護能力 它可能需要三種來源 第一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皮膚會製造的 身心吸氧 就所謂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可能在海鮮裡面 魚裡面可以得到的 然後當這些都缺乏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皮膚狀況就會... 除了不好之外 就像剛剛營養師講的 你可能澱粉什麼都不攝取 你不攝取,你知道嗎 沒力氣 你可能就很... 每天都... 說到你有瘦 然後覺得懶懶的 然後又好像有脫水的感覺 然後皮膚看起來就皺皺的 旁邊不好看 會不精神 對 憔悴了 對 所以瘦也要瘦得有精神 瘦得好看 瘦得瘦得 對 尹養師要我切嗎 好啊 你說Sam老師有學過刀工 對,看不過極 看得下去了 Sam老師刀工比較厲害 他有你作料理的 對 對 我們今天做炊飯 其實也沒有油煙 就是用炊 你炊你可以用蒸的 或者是用電鍋 都可以 對 然後我們今天的飯也是選擇 煮過 第一天 要做飯 做飯 就是冷飯 因為其實吃冷飯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其實冷飯的 它會比較不容易發胖 對 比到時候 了解 對 所以飯放在第二天 再放在便宜 第二天拿來炒飯也不錯 對 我們今天食材是新鮮的嘛 其實如果說你是... 比如說有剩的一些蔬菜 青菜等等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好啊 然後我們今天也會再加一點點肉 要怎麼煮 我們的作法是肉先醃一下 你... 稍微抓醃一下 對,就是加一點點酒 然後再加一點點胡椒 這邊加一點點酒 米酒 對 酒的話會讓肉質稍微軟一點 沒錯 然後胡椒的話 可以提肉的一些鮮味 然後因為它是跟飯一起嘛 所以到時候這個炊好的時候 就炊好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肉 跟我們加了今天的蔬菜 全部跟你的飯整個拌均勻 沒錯 就變得一個有點像那種 吹出來的炊飯的感覺 就很好吃 然後其實你會發現 這樣子整個營養來源 其實是足夠的 它有蛋白質 然後有蔬菜 有腺質纖維 然後又有足夠的澱粉 沒錯 而且我們今天的蔬菜 選擇三種顏色以上的 這樣子比較均衡 我記得老師上次有來分享 有一種金針菇的那種 有一種粉 對,菇菇粉 也是不錯 我們今天待會兒做的時候 可以當作它的調味料 當調味料就可以了 好的 然後這個菇就是稍微把它剝開 對,然後就把它混在一起 其實也沒有什麼技巧 你就是把你想要吃的食材 但是要有一些概念 對 就是份量跟 就是你要吃什麼 食物的內容的一個概念在裡面 對,然後這個菇 其實就像營養師這樣 就是用剝的這樣把它剝開 剝開之後 那你剝開之後 這個菇它就會這樣子 被你撕開嘛 如果說你真的比較有 想要讓這個料理的 這個菇的香氣更明顯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平底鍋 都不要加油 對 然後先把這個菇 剝開的地方下去 讓它稍微乾煎一下 它那個香菇的香氣會起來 非常棒 乾乾下去稍微加一下 那個很香的 對,那個菇的香氣就會出來 再把它放在那裡 對 更讚哦 就很好吃,對 哥哥,要放什麼 我們大概飯 其實就是把所有的材料放進去 那有沒有什麼順序 肉應該放在上一層 還是最底下 應該是說飯 我們應該要先倒下去 然後肉放在最上面那一層 好 對,然後讓它的肉汁 其實你可以飯跟料 都可以混在一起 讓它顏色比較漂亮 這樣哦 對 反正這個飯就讓它下去 好 然後因為其實 剛剛營養師有講到 這個冷飯裡面 其實有 抗性澱粉 然後抗性澱粉跟一般的澱粉 第一個 它主要的說法就是 它的吸收能力會比較不好 就等於說 你可能吃一般的澱粉 跟抗性澱粉來比的話 它可能會阻斷你 可能原本你吃那一碗飯的熱量 在減少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然後有一些可能會... 看體質 有些可能會甚至到一半 也不一定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 對 你說那餐飯 我放在便宜嘛 對 如果我如果要吃 我又拿起來蒼蒼 蒼蒼,再讓冷就好了 再讓... 再冷一下 再讓它冷掉就可以吃了 如果這樣說 我現在電鍋煮起來燙燙對不對 我會比較冷的 再來吃 也會好一點點 OK 不過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吃飯 大家喜歡吃熱騰騰的嘛 對 對,就是這一點可以稍微 吃吃看 其實它是多少有幫助的 稍微、熱、熱、熱 不要太熱了 對 學會了 好的 好,現在導演還可以就要 加一點... 加一點米酒 加一點醬油 然後... 烤胡椒 如果你想要甜味再多一點的話 可以加一點點味醂 然後再撒一點點白胡椒 對 因為吟老師加了這一個醬 是比較有味道一點點的 然後像我自己在做 這一道料理的時候 你也可以選擇有醬油的 然後像我自己 我就是用胡椒粉 粗略胡椒粉 讓它有一個香氣在 就可以了 對 然後起來之後 我就撒一點點柴魚片 就這樣吃 這樣也會很好吃 就是說你可能就不要吃 重的口味 比較多的鹽巴或者是醬油 這樣子其實它的量 是一點點而已 它可以讓你的口感 會比較有風味一點點 對 所以它可以 觀眾朋友 大家自己的選擇 沒錯 然後很簡單 譬如說你是有 蒸鍋 你就是把它開下去蒸 對 或者是電鍋 比較方便 對,這樣你如果有電鍋 就是兩杯水下去 然後按下去跳起來就好了 對 然後這樣蒸個 大概15到20分鐘 就可以吃了 就可以吃了 對 差不多15分鐘左右 主要是肉要有熟 對 如果要出門 用電鍋蒸一下 回來就可以吃了 真的 對啊,很簡單 了解 其實我們在... 就是說體重控制上面 其實分量也很重要 我今天又準備一些食材 要教大家分量的一些概念 一般我們都講 這個都是我們日常會常吃到的食物 然後我們都會講說 會有三大營養素 是 就是有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跟油脂 油脂 碳水化合物最常見的就是白飯 這樣一碗 一碗是四份 就是平常... 這個碗是小一點 一般家裡的碗會再大一點點 一般比如說吐司、麵條、麵包 這些都算是主食 碳水化合物來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講的蛋白質 蛋白質就像雞蛋、肉類等等 這樣也都是一份一份 最好計算的方式 就是用雞蛋的大小來算 一塊雞蛋的大小就是一份 然後肉類如果是像雞蛋這麼大顆 也算是一份 這樣就比較好算 然後再來就是油脂類 油脂類像堅果這一類 也都是油脂類 我們都會建議蔬菜、水果要多吃 一天我們的蔬菜跟水果 最少要吃三到五個拳頭 像蘋果就是剛才也是一個拳頭大 這樣就比較好算 然後蔬菜這樣子一份 也是一個拳頭大 每天要吃大概三份的水果 三份的蔬菜 然後男生可以吃多一點 男生可以吃到五份 對,好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食物 就是我們市面上 會比較常見的就是這個 我加工過的 加工過的食物 其實它們也都是蛋白質 但是因為它們加了很多添加物 可能多加了油、糖 然後像這些加工製品 還會加雅硝酸鹽 這個比較容易會有一些 對,還有小熱狗那些 大家早餐都要來兩根 對,培根這一類的 我覺得就是 偶爾來一下 偶爾可以 但是就是說 我們還是以總量來看 建議日常 我們還是吃這些比較天然 因為經過加工的 是,好的 好的 差不多 因為我們要等這個肉熟 因為飯熟了 對 要讓我們鬆開就對了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好 會不會燙到 顏色很漂亮 顏色很漂亮 好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上菜囉 吃飯囉 好,很簡單耶 很簡單 用這樣炊一炊就可以吃了 而且我覺得顏色很漂亮 好耶 自己可以放自己教的東西 對 好棒哦 然後像我在吃 我可以示範一下 就是我在吃這樣子炊飯嘛 然後你就把這個飯 拌一拌 稍微跟它裡面的... 那個剛才的 讓它的料跟那個湯汁 味道整個都混在一起 就這樣子把它拌 就這樣子耶 然後就不要再加調味料了 對 然後你看裡面也有油脂 然後有腎質纖維 有蔬菜 有澱粉都有 就大概這樣子就可以了 謝謝 聞到那個香氣 然後我開始不是有說 如果說你要讓那個香味 如果有更足的話 就把那個菇料理稍微乾煸一下 就會有更濃的香苦的香味了 那個菇的清香 沒放什麼調味料就很好吃 香甜 對啊 菇的香味真的滿濃的 我學會了 好吃 就是比較清爽 然後又吃得到營養 然後又可以吃了食物的原味 對,而且顏色也漂亮 會有食慾感大增對不對 沒錯 除了這個 還有什麼可以放 綠色 因為一吹彩鍋好綠哦 對,像豌豆其實也可以 所以有些小朋友不吃豌豆 對,有些人不喜歡吃 其實豌豆也可以 還有芹菜也可以 芹菜 它也是綠色的 好吃耶 這麼簡單,學會了 對啊 很方便的一道 其實如果說味道上面 如果想要再做一點變化 也可以再加 因為菇味道很香 像這樣的菇菇粉 它其實是金針菇的萃取粉 它本身... 那我來加一點看看 好哦 像有時候我自己作菜 我有時候鹽巴就不加 就加這個 因為它也有一點點... 它有一點點味道 因為菇感覺好像是鹹的 就是你聞那個味道 你會覺得它是鹹 但是事實上它不是鹽巴 是 它就是菇本身的一個萃取 可以嗎 可以 然後我把它加一點點在這個 你可以直接把它撒上去 撒在這個飯上面 這樣撒一點點 太多了 好 然後我們把它稍微拌一下 像這樣子 就直接作調味就對了 對,就是如果你 甚至於是鹽巴 都不加的情況之下 加這個 而且聽說它這個其實 如果肉... 好,你嘗嘗看 因為它那個肉要醃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個取代太白粉 對 有一種鮮味 鮮 菇的鮮味 對,不過不是鹹 不是鹹 沒有,不是鹹的味道 是鮮 鮮味 對,很鮮 鮮美 我覺得大家可以吃吃看 因為這有點說不出來的口感 還滿好 很香 對 不過味道是清爽的 沒錯 對,是舒服的 這個菇菇粉有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真的是可以吸附很多過多瘤 我這邊可以準備一些實驗 讓大家看一下哦 金針菇 對,因為一般我們如果是去吃 在撒幾 對,撒幾 看過的 一般我們如果是去吃火鍋 都一定會吃金針菇 因為金針菇是火鍋的好朋友 對 可是金針菇它本身 會容易吸附油脂 對 尤其... 整個拿起來就全部吸了 對,我可以做實驗給大家看 它就好像油條一樣 整個吸上來 對,一般我們吃火鍋的油 其實都是這個的好幾分 我們今天做實驗示範 我們就加一點讓大家看一下 假裝這個是火鍋的油 對,譬如說假裝這是火鍋的油 然後一般我們如果吃金針菇 對,放上去 放上去嘛 然後起來 真的 一定會吸到油 一定會吸到油,對不對 好 整個都紅色的 對,沒錯 這邊有... 是要這個嗎 對,我們要加 然後這個一樣是 加金針菇 然後我們把這個粉加上去 你看哦 它會把油包住 那油包住的過程當中 你這樣子 它待會兒 這個整塊 它會把油吸附起來 所以它油吸走了 你金針菇拿起來 你油就不會吸那麼多 對,但是為什麼我們菇菇粉 跟吃這個新鮮的金針菇會有差呢 原因是因為這個粉 它有經過膨發的技術 那你粉不用攪拌嗎 你也可以把它攪拌 對啦,稍微攪拌 對,攪拌也可以 對不對 對,它的油就會... 你看它整... 整脫 它吸在那一塊 對啊,你看 你像這樣子 譬如說你吃金針菇有油的 起來就是整個都是油 但是如果你有加這個菇菇粉 起來你的油就會比較少 那菇菇粉是加在哪裡 就要火鍋裡面 還是自己吃 你可以加在火鍋裡面 你也可以加在你吃的食物裡面 或者是你先吃 你先吃菇菇粉 直接吃一包這樣 然後它會在你的腸胃 很像是形成一個吸油網 是 就像這樣 對 它就是會把油脂給吸附起來 對 然後我覺得除了方便之外 我覺得膳食纖維也真的很重要 沒錯 當然是膳食纖維 就是可以攝取到 是非常棒的 因為其實膳食纖維 有關於你的可能腸道的吸收 或一些腸道的健康 你腸道如果健康 基本上對於人的抵抗能力 也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 對 所以我覺得除了這些之外 我剛剛其實在前面有講 就是我們都吃得很好 然後要照顧身材 不過我覺得有一點就是 有很多人 他雖然說他稍微有在注意 不過他真的是 煩惱太多 有沒有 煩惱太多 晚上有時候睡不著 對 我覺得一個優質的睡眠品質 也可以幫助你 可以在這一個整個 身體的功能也好 皮膚漂亮也好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像我有時候工作一忙 然後因為我要記很多東西 所以我有時候在床上 也會這樣翻來翻去 我到底明天要幹嘛 有時候也會因為這樣子 會容易睡不著 不過我又不想要吃哀明藥 我不想要做 對,所以我就會去 對,讓自己稍微放鬆一點 比較好睡 因為營養師嘛 所以幫觀眾問一下 有什麼更好...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好方法 協助 可以協助我們睡覺 對啊 方法 森林老師很多 但是吃的食物 我這邊可以教大家一些 好,請說 其實睡前可以喝一些熱牛奶 對 因為牛奶裡面有色胺酸 還有一些B群 其實可以讓自己放鬆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水果 我也很推薦大家 就是香蕉 不然睡前吃香蕉 可以耶 不太方便嘛 可是人家說 睡前所有水果 香蕉是可以的 香蕉其實是可以 但是不能太多 不能吃太多,對啊 有時候你不小心一根就吃完了 一根還OK 一根差不多是半碗飯的熱量 那就飽足感了 對,但是如果說 譬如說你要做體重控制 又吃太多熱量 怕會太多 睡前怕整個都變脂肪醇肌了 所以其實現在有一些科技的方法 它會把香蕉的有效成分萃取出來 但是不會吸收到它的熱量 它會做成類似像這樣子 顆粒型的 所以這是香蕉萃取 它是香蕉萃取 鳳姐,你還記得 我以前有介紹過一個香蕉 也是可以一顆一顆吃的 那跟這個有什麼不太一樣 它是濃縮版的 它是它的濃縮... 對,濃縮版 難怪我沒有看過 對,它是顆粒 它就是把它的有效成分 做成這樣一顆一顆 是 因為通常膠囊吃進去之後 它會釋放 然後它這樣一顆一顆 就是它會分階段 譬如說你睡覺 有些人會容易中途醒過來 是 這個因為它是可以分段釋放 它可以讓你整夜的 睡眠品質都很好 是比較穩定的 比較穩定 對,它算是比較長效 然後又有濃度比較高的 一個香蕉的萃取物 所以其實因為香蕉裡面 有豐富的色胺酸嘛 對於幫助紓緩情緒 都有很好的幫助 其實很多人睡不著 都是因為可能像太操緩 或者是腦袋太多東西 腦袋沒有辦法放鬆 其實這都跟我們腦部 荷爾蒙分泌有關係 所以這個香蕉萃取物 它就是可以讓你身體比較舒緩 然後會幫助你腦部 釋放這種快樂的血清素 對,所以它就會讓你比較好睡 睡得也比較安穩 那是睡前 可以是這個來調整 對,我會建議 今天就是睡前半個小時 我們可以藉助現在科技的萃取 是 有一些輔助 對我們來說是還不錯 而且現在很方便 隨身可以吸湯 對啊,很方便 如果要出國、要衝 要帶著就OK 對 當然平常我們常吃的一些 剛剛的金針菇、菇菇 還有香蕉 沒想到其實它真的還不錯 小兵力大功 對不對 在生活當中飲食 我們也不要... 沒有去注意 如果可以吃這個不一樣的水果 也是不錯 也不要怕胖都沒吃飯 都可以吹飯 營養就很優雜了 對 就很棒哦 再加上其他的寶劍 就非常的好 謝謝二位的光臨 謝謝分享 謝謝 好,你現在如果這個 起來 走一走,你腳買的 不然像老師這樣腳這樣用 可以 blind 有 的人 過 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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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